大家好,我是Jim,维恒生的Jim 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要参加这个十二周的检测活动 实际上呢,在过去的三年里 我们的活动呢,就是第四年了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其实都在做这件事 只不过呢,没有向大家公布我的这个结果 那么今年呢,我也想了 因为在过去的四个月到五个月当中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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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要逐步的把蛋白质提升 碳水化合降下来 这样的话在12周呢 我们才能有这个效果 这是我以前在做这个12周减脂呢 自己的一些心得 所以呢希望能参加这些活动的朋友呢 也能学习到一些这些减脂的这些什么呢 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接下来呢 当然运动很重要 一个星期呢做三到四次的有氧 再做一些这个力量训练 这样的话呢能达到效果比较好一些 因为你力量训练以后呢 你肌肉的这个比例增加 这样的话呢新生代谢提高 同样的也会消耗更多的卡路里 这样呢 就是属难以静上 来吧 我想这是有氧化的 在与氧化上的共同 属性的可能性 是有可见的 改变特别的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